严老师 严老师 其实从你的所有表达来看 你既不接受自己 也不接受他 虽然你刚才昨天老师说 分手吧 分手吧 你看你都分不住 你说那不能分 不能分 但其实你从心里 对自己 对他 你都不接纳 自己的工作 无非才一个多月不去 对吧 家里有很多事 虽然我不赞成说 因为装修我就要辞职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 大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正常的有规划 是应该我既兼顾了工作 又兼顾了家务 要学会接纳生活 接纳自己 接纳对方 你这个眉头慢慢就打开了 你不能时时处处 和生活去作对 时时处处感觉到 自己的压力 女生我想跟你谈的是安全感 你的安全感太足了 如果其实你是喜欢他的 我知道 你心里是对他 有这种安全温暖的感觉的 那咱就好好对他 别再任性 别再作了 好吗 希望你们幸福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陀老师 对于男生来说 你要明白一点 一个人的表情 是你和对方的第二语言 当你皱着眉头 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事情 在对方的心目当中 已然是抹上了阴影 就是你的面容 已经告诉了对方 你现在的状态 所以你做什么 带给对方的都是负能量 对于女生而言 你有没有感觉你今天 好像有点鸡蛋里挑骨头 有了爱就有了理解 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焦虑 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保守 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 内心会这么缺乏安全感 当你有了一种理解之后 于是理解又产生了更浓重的爱 但是你内心现在没有这样的感受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对他的爱 少了一些 甚至我认为你没那么喜欢他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真爱自己男人的女人 看着一个男人整天眉头紧锁 他拥有的是关心 是心疼 而不是嫌弃 今天做选择的是你 不是他 自己想明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